中信經在今天開股東會 由於董事長 孤連松沒有出席 結果引發小股東不滿杯葛 再加上中信經 增資 西進 以及中策合作併購南山人壽 重大的決策 都沒有看到孤連松出面來做說明 所以也引爆小股東 今天是炮聲隆隆 小股東們看見主席 不是董事長 孤連松不滿的情緒接連爆發 我們都很尊重他 他如果不尊重股東 既然他不想來股東會 就乾脆不要當董事長 應該他要親自來主席 除非非常特殊的狀況 一個就是重病 一個就是可能法律上的問題 已經在土城或什麼 這個才不行 再一次表達抱歉 因為他的這個公務的行程的關係 中信經股東會上 一個孤家的人都沒到 小股東的口氣很酸 我們親愛的顧重量同志 什麼時候回來 他的問題到底會達到什麼程度 你是不是希望他不要回來 回來會影響你的地位 經理人任用是需要主管機關的這個核准的 小股東們會這麼不滿 主要是因為中信經制一年來積極的佈局 不只要西進還和中策合作要併購南山 小股東心裡疑問很多 我們去控制什麼南山 然後中策控制我們 這太離譜了吧 對不對 應該股東市長來解釋一下 你要賣你賣個人的股權 儘管那同意的話 你不要把公司賣掉 中策沒有取得主管機關 核准併購南山之前 我們不會再洽談MOU的事宜 小股東看不到 孤連松親自上陣來解釋 對未來中信經的佈局又充滿疑慮 也難怪即使配股配息1.03元 小股東們的心情還是好不起來 明天見我和周末李建成 台北報導